各位小老大们你们好 我是你们最喜欢的小鬼头 大家好我是大嘴 大家好呀我是小蛙 今天我们的目标是吃掉渣渣萝卜 每队每轮射有三次机会 最先吃掉渣渣萝卜的几位获胜队伍 三决两胜 同时在比赛场地射有道具急救萝卜 增加重生次数 小喷咕失去重生次数 以及在下轮增加速度的蒲公英 那么小蛙姐和老大 谁会获得最终胜利呢 肯定是我啦 大嘴你个下头呢 小轮登场的僵尸是我们的老朋友 红蓝橄榄球僵尸 自古红蓝出CP 我要蓝色的速度快 老大为了比赛的公平性 我事先已经把速度调为一致了 小鬼头好用的 那么比赛开始吧 Round 1 Lady Go 小蛙姐你们是在玩模仿游戏吗 分分分分分分的 还不是呢 她跟你离我远点 我的 现在小蛙姐较为领先 老大去到了上路了 不用急我会出手的 小蛙姐知道的道具小朋友 失去了一次重生次数 你三线长现在反转了 老大知道的道具蒲公英 十年话 我恨你 第一轮老大获胜 小蛙姐加油 第二轮 各位小老大可以看到比赛场地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这些小鬼头就不一介绍了 这轮的选手是铁闸门僵尸和玻璃门僵尸 我要铁闸门僵尸 一看就很结实 小蛙姐妹 买尖尸跟吃大萝卜好像并没有多大关系吧 那玻璃僵尸就归我咯 好的 双方选手都出发了 双方选手好像是在走一种狠心的路线 嘿嘿 急救萝卜我来啦 老大吃到了急救萝卜 重生次数加一 好的 小蛙姐吃到了蒲公英 下一轮重生义速增加50% 我也吃到了哟 现在小蛙姐会是 就快一点我就赢了呀 下面进入赛点时刻了 这一轮是我小鬼头和香肠僵尸 这一轮我要香肠僵尸 小鬼头为啥不选我 没爱了吗 小鬼头 爱的爱的 怎么啊小鬼头 给我委屈了你们 比赛开始 小鬼头吃到了鸡舰萝卜 重生次数加一 等等小鬼头 香肠小鬼为什么自溜一下就滑过去了 好的 小蛙姐吃到了小婚姑 重生次数减一 小鬼头 小蛙姐率先吃到了喳喳萝卜 小蛙姐获胜 小鬼头 小鬼头我不服 黑木黑木 好的小老大们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小老大们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下期见喽